禁賣場前先掃條碼石連製再消毒 長榮機師確診案後桃園防疫更嚴 實施加強版二級警戒 那我們桃園市各社區各社團 各單位的中秋節活動都停辦 那我們市政府所屬的包括 這個虎頭山風景區各風景區 還有公園還有河濱公園等等 那就一律不開放烤肉區 市府全面取消所有中秋活動 也禁止群聚烤肉一起唱歌 另外集會活動人數 室內五十人十萬一百人 如果超過必須要報備申請專案 超市賣場都加強人流管制 以及醫院長照中心 禁止探病一個星期防疫升級 要堵住Delta病疫病毒入侵 雖然基因定序還沒有確定是Delta病毒 但是因為是突破性的感染 那我們判斷非常有可能是Delta 全校停課十四天 全校採檢 以及同班同學跟同住的家人 一律送集中檢疫所 統計兩千多名師生 還有同班同學和同住假日一百多人 參派費芝加哥的機組員 這些通通都是陰性 從校園到社區市府嚴罰 也呼籲民眾不能鬆懈 口罩戴緊 共同挺過這一次的危機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